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个大事不得了了 美国和英国对着野门开战了 这个新闻到底应该怎么来看 其实美国人好可怜呢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 为什么跟大家聊美国可怜 原因很简单 就一句话,你如何退场 你美国去打野门的呼赛武装如何退场 什么时候算个收尾 什么时候算个结束 对不对,要想结束 必然要有一个经过 那就是美国要派地面作战部队消灭野门呼赛武装 美国人占领野门 这个事儿才算了 但是问题来了 很多同学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就是 你美国能够完全占领野门吗 就像美国打阿富汗一样嘛 打了那么多年啊 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是被消灭了 还是怎么样啊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未来 美国为什么这样去做 我只能说美国好可怜呢 为什么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欧洲嘛 美国现在的状态是要保欧洲 而且要跟阿拉伯世界留有三分的搏灭 然后呢 美国毕竟嘛 烂船他还有三千钉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美国人不甘心呢 之前跟大家聊 昨天跟大家聊过了啊 欧洲跟美国这个关系发生了改变 美国从一超独强 现在变为了欧洲人的比较平等的一个合作伙伴 为什么 因为欧洲人的困难 美国解决不了 你说俄欧这个问题美国的方案成功了吗 乌克兰胜利了吗 支持正义的乌克兰消灭邪恶的俄罗斯 这个事情成了吗 没成 那欧洲的经济 欧洲在新能源行业上的困境 直接影响了欧洲的汽车制造业 这个问题美国解决得了吗 想要靠你美国 你美国也没有新能源行业上的优势啊 那现在又来到了 直接是影响欧洲人眼前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就是 对不对红海的贸易啊 红海贸易直接啊 受到了野蛮户在武装的影响 世界的啊 货运啊 价格高涨 那你说欧洲人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就是欧洲人的困境 指望着你美国 你美国可以成为欧洲人的老大 可是你想要当老大 你得替欧洲人解决问题 你解决得了吗 所以说大家也看到了现在的一个新闻 美国怎么办呢 对不对 欧洲人如果没办法依赖美国 那欧洲人将要何去何从 那想要有啊 经济的发展 新农员行业 汽车制造业 想要有希望 你必然要来找中国呀 俄乌冲突 想要有一个体面的结束 你离得开中国吗 对不对 现在野蛮胡塞武装 西亚整体的一个乱局 背后没有中国吗 对不对啊 总而言之吧 整体的一个态势 欧洲人未来想要解决自己的一个问题 你离了中国你你你没有办法解决 要不然你就去找美国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美国最近在西亚地区的一系列的动作 欧洲人基本上不支持 哪怕是一个巴以冲突啊 加沙城内的战士啊 在联合国的投票 你各位都可以看到 欧洲人的投票永远没有导向美国 导向以色列啊 很多都也可能会说欧洲人扭扭捏捏捏 扭扭捏捏 但是他不管如何的扭捏 他也是没站在美国那一头啊 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呢 欧洲人自己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斯兰世界啊 得罪伊斯兰世界 对不对 石油天然气 这怎么买呀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买不着 对不对 那这个啊 再买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这个石油天然气 那不就 你真的是要逼死欧洲人得了 算是欧洲人扭捏 走到现在啊 欧洲人想指望美国 美国美国指望不上 那美国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也就看到了美国的困局 尤其是在西亚地区 包含 对不对 要拉住啊 这个以色列 布林肯的这一趟的中东之行已经结束了 布林肯走之前说了 加沙战事必须要停 为什么 为什么 美国真的是也没办法了 加沙战事不停的话 阿拉伯世界与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 还是那个问题 沙特伊朗携手加入金钻组织 你美国如何解决呀 对不对呀 所以说呢 加沙战事赶紧停下来 美国跟阿拉伯世界留着三分的搏灭 那美国在以后啊 这片区域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但是对不对 加沙战事停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对不对 那就是留着这三分的搏灭 我弄一下野门 野门的呼赛武装 对不对 起码也是为了各位好啊 你像阿拉伯海的航运 你像我美国的这个商船 欧洲的商船 我都保下来了 我抛弃内塔尼亚湖 我拉住以色列 我要让以色列在加沙城内的战事停下来 各位别跟我较真 对不对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大家容忍我一下 我去干野门呼赛武装啊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方案呢 然后的话啊 抛弃啊 内塔尼亚湖与阿拉伯世界 保留一个比较体面的状态 从而让美国可以做一些动作 但是你美国是越来越强呢 还是越来越顾及别人的感受 一抄独强的那个美国去哪里聊 对不对 多极化世界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来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 你看他啊 现在干野门跟英国人一起 然后五五又渣渣 但是本质上 美国现在已经不成事了 而且在不成事的一个情况底下 还要对着野门动手 对着野门动手 到最后你如何收场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可怜 可不可怜 你要是美国人 你现在应该掉眼泪 中美博弈的大环境 你现在美国跟英国人要一起去弄野门 你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你要花多少钱 我现在看着美国人现在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老头子啊 这个人老 心不老 对不对 一树梨花 他想要压海堂 身体跟不上了呀 对不对 全身上下啊 全身上下哪都有问题 对不对 该好的地方不好 该软的地方不软 该怎么样的地方不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的话就愣来呀 强行的来呀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 咱们看一看新闻的本身啊 然后的话说啊 这个美英军队啊 通过埃森豪威尔号啊 这个航空母舰搭载的战机啊 以及潜艇和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导弹 进行了此次打击呀 十多个啊 与胡塞武装有关的目标啊 被击中 包括雷达系统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场 弹道导弹啊 存储和发射场 以及巡航导弹存储和发射场 总而言之吧 看起来啊 美国打击了好多的一个目标啊 然后拜登呢 还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啊 今天根据我的指示啊 美英军队在澳大利亚 巴林 加拿大 以及荷兰的支持下 成功对胡塞武装相关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拜登同时列举大量胡塞武装袭击有关数据 以证明美国此次军事行动的合理性 声明指出 此次打击是对野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国际船支的直接回应 为什么跟大家读这一段 就关于这个新闻呢 首先啊 你这一轮袭击 如果就能够完全的让野门胡塞武装的有声力量啊 消失了 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空袭能不能起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看一看啊 在加沙城内的战事 以色列把加沙城都炸成什么样了 真解决问题了吗 野门胡塞武装也不是没打过仗 对不对 最近这些年一直在打 包含跟沙特也在打 野门一直处于一个内战的一个状态 天天在打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就拿啊 你就拿这个沙特来说 沙特啊 作为野门胡塞武装的对手 沙特的空军也是大量的美国的装备啊 对不对 沙特的空军面对野门胡塞武装也有大量的一个优势啊 可是具有大量优势的沙特的军队 有没有消灭野门胡塞武装的有生的力量呢 没有啊 野门胡塞武装照样也是天天被打 对不对 你以为你这一轮就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总而言之吧 美国取得了一个大的一个胜国 咱们看一下拜登啊 他这个讲法里面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他称啊 这个根据他的指示啊 这个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荷兰的支持之项啊 然后的话成功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打击啊 美国人为什么这样来表达 什么叫心虚啊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心虚啊 大家记不记得最近跟大家聊 这个西班牙是如何回应美国人的 美国说了我们红海有行动 对不对 我们要组联合的舰队啊 来来护航 然后然后加入的是有这个国 那个国那个国 有西班牙 结果西班牙三番四四的说 我没有 我不是 对不对 我不同意 别离我远点 结果美国一直在强调这个行动里面有西班牙 大家不觉得很可笑吗 美国原来对不对 想要当美国盟友的国家排排队啊 那简直了对不对 排排什么一二百米一二百米的队 走到现在 美国想要啊 想要弄点盟友在自己的身边 大家都是敬而远之啊 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搞这次军事行动的一个原因啊 他不愿意被别人看扁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巴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袈裟的问题解决不了 然后的话这个以色列打不赢 原来以色列在那么中东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对不对 中东小霸王 中东地区啊 中东战争 常胜的小能手 对不对 说打谁打谁啊 一说就是啊 以色列一个小国啊 同时干周边一大堆的国家 以色列好强好硬 大家也都知道 那是因为以色列背后站着美国 可是走到了今天 以色列背后站的照样是美国呀 那别说打仗打不赢 打邮局队打不赢 打哈马斯打不赢 在联合国之上 一百多个国家站在你美国和以色列的对立面 美国人不要脸吗 也得要这个体面 但是的话 你越要脸 你越想要干自己利索 不能急的事情 你就得越出问题 现在美国干野萌护萨武装 就是这种行为啊 如何收尾 如何结束 你要打到哪一天 什么时候能够算完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以为啊 展示自己好强强好硬硬啊 我打谁不能打 我瘦死的骆驼 我逼马的 我再烂的船 我也有三千兵 对不对 我我干不了啊 这个哈马斯 我干不了伊朗 我还干不了你野萌护萨武装吗 我一定得拿你野萌护萨武装撒撒法子 问题是 你连你连塔利班都没解决 你现在解决啊 野萌护萨武装 好样的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 美国人愿意消耗自己国家的实力 这不就是一个大好事吗 对不对啊 咱们就等着看 美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就行了 而且野萌护萨武装还提到啊 这个护萨武装已经开始报复美国人了 目前正在对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发起攻击啊 也就是大量的这个导弹 无人机和火箭弹又要袭击美国和英国的舰队了 美国和英国的这个军舰估计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在鸿海之上 忙忙翻了 对不对 就继续的拿那一二百万美元的导弹啊 去干那个野萌护萨武装十万美元的无人机 对不对 一万美元的火箭弹 你就拿着拿这些玩意儿拦 对不对 谁赔钱 谁知道 总而言之 你就算花了这个钱 你又能如何呢 野萌护萨武装手托的火箭弹 便宜的无人机 要多少有多少 不信去问一问乌克兰 怎么就被这个啊 一郎产的小摩托的这个无人机炸了那么久啊 到现在还在备炸 那你美国能不被这个事情啊 影响吗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英国人啊 英国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那个啊 对于啊 这个野萌护萨武装的袭击的啊 英国的啊 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啊 在这个推特啊 发文称啊 英国皇家的空军啊 出动了四架台风的战斗机啊 从美军一到啊 对胡塞武装的两个军事目标 进行了啊 精准的打击 并写道啊 胡塞武装针对无辜的生命 和全球贸易的威胁如此之大 以至于这一行动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我们保护船只和航行自由的责任 四架飞机 四架飞机啊 两个目标啊 精准的打击啊 然后的话 赢麻了啊 英国人赢麻了 你说让我说什么好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就是说 英国人无耻啊 加沙城内的无辜的生命 你不去保护 你现在给我搞这个 对不对 没必要说他无耻 你没觉得好可怜吗 咱们能不能够提到一个两位数的一个数据啊 四架台风战斗机 是这个攻打呼赛武装的两个目标 您到底 这个大英帝国走到今天到底怎么了 对不对 弄来弄去弄四架飞机就赢麻了 野门胡赛武装不是第一天打仗 你这四架飞机就把野门胡赛武装干了 你喊的声量再大 你说的自己带牛 有毛用啊 这就是美英的联军 这就是老帝国主义啊 为了自己最后的那点体面 美国和英国他都是如此啊 为了像啊 欧洲的盟友们表示我还行 对不对 我硬着呢 我不得了了 对不对 我一晚上 我一晚上好几次 对不对 然后他就得证明啊 你看着我的 你看着我的 我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看看 我就跟小伙子没区别 我说干谁就干谁 你说我俄乌这不成事 巴乙这不成事 以色列我都保不住了 对不对 是 但是的话 我没有完全不行 你等着看 对不对 我给你表演一个 什么叫一夜啊 不带停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现在啊 那就动了手 表演是表演 但是欧洲人 什么反应啊 你美国 现在这种态势 别说中国人笑话你 别说俄国人笑话你 你欧洲人信你吗 对不对 尤其是啊 咱们看一看啊 法国啊 这个海军的高级指挥官 如何说的啊 这个法国高级指挥官啊 这个法国海军高级指挥官 称啊 法国海军啊 在红海为法国船只啊 是这个提供护航 不从属于美国 然后的话啊 这个关于亚打击胡塞武装 这不在法国的任务范围之内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我法国人没有那么直接的配合你美国 对不对 我法国人跟你美国人的关系 好像没有那么的好 对不对 咱们关系好像没有那么的密切啊 我法国在红海之上啊 执行我的任务 那是为了保护我法国的生存 其他人还管不着 可能很多东西会说啊 这是法国人误实 误个什么实啊 这就是大家看到了 你美国不成事吗 还是那句话之前跟大家讲过 如果跟着你美国能赢 你拦着法国 不让法国人参加 法国人都给你击眼 对不对 如果说美国人一出手 砍瓜切菜 就能够把野蒙胡塞武装消灭 然后重新对于西亚 对于阿拉伯世界 所产的石油和天然气 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果美国是这种实力的话 美国说我要干野门了 你看那个法国 哥 你得你得叫上我 你别看不起我呀 对不对 可弟弟尊说成不了大事 但是我弟弟替哥哥挡枪 这个作用还是有 对不对 你不让弟弟我跟你 你就是看不看不起我 你看不上我 你伤了我的心 对不对 弟弟爱你 如果跟着美国能赢的话 能够对于阿拉伯世界 产生正面的影响的话 你看法国怎么样表态 走到现在 他为什么这样表态 为什么在那说 这不在法国的这个 这个任务 执行任务的范围之内 对不对 我们不会直接参加 袭击这个胡塞武装 我们只是为了保护 法国自己的商川 为什么呀 跟着你美国没好处 没好处啊 跟着你美国如果有肉吃 别说吃肉了 给上一碗剩饭 能够管保 你看看有多少国家 跟着美国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 法国欧洲人到现在怎么了 这原因也很简单 你看法国人 或者说欧洲人表现的极其的 势力 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就会说啊 欧洲人势力 势力也呸 对不对 西班牙 我给你个面子 我都说你参加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非得否认我 你闭上嘴不提 不就得了吗 你一个人也不出 也不让你派军舰 什么的 什么都不让你提供 一分钱也不让你花 就让你挂个名 你挂挂名 你都不挂 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西班牙你等着 对不对 还有这个法国 英国人都跟着我上了 你法国人不来 不来不来 你非得接受采访 你非得说这个话 你有病 对不对 哥哥我不要面子的吗 别说了 回去 对不对 事了一言 我跟各位讲啊 欧洲人不是势烈 大势所趋 他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他能怎么办 你就冲着啊 这个野魔户在武装啊 然后的话 对于啊 这个红海之上的 这些商船的这个袭击 大家想想会带来那个后果 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运费大幅的高涨 对不对 包含昨天跟大家聊了 不然你去啊 好旺角 去非洲南边去绕圈 但不可能啊 对不对 虽然说有船去了 但是的话这个运费能增加是一个必然 这个运费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这样去说啊 尤其是红海的直接连啊 这个欧亚的这个贸易 海上的这个贸易 然后的话 这个欧洲人买不买货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老五说了啊 影响欧亚的贸易 那不就影响亚洲吗 我跟各位讲影响个毛 为什么呢 就是说啊 亚洲有货啊 或者说啊 这个红海或阿拉伯世界 有石油有天然气 你说欧洲人能不买吗 咱不说啊 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 就说商品 就日常啊 日常消费的一些商品 你说欧洲能不买吗 可能很多人说 你贵了 欧洲人不买呀 那欧洲人不买 那欧洲的商品啊 总量减少 照样通货膨胀啊 对不对 你不 你不从外边把这个货买进来 你囤到欧洲这边 你这个欧洲的货商品 某项商品 然后这个库存急剧的降低 你看他涨不涨价 对不对 物以稀为贵啊 你不买他是涨价 你买呢 运费高涨 照样涨价 欧洲人现在 怎么进退失据啊 你说他怎么办 对不对 他只能选择一种 最务实的态度啊 跟着你美国走 如果能赢也就算了 赢不了 又得得罪阿拉伯人 对不对 赢不了 而且还得花大量的军费 你说我图什么 这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又得在欧洲人面前表示啊 我还成事 我还成事 那欧洲人现在就是冷眼旁观的 还是得讲一下美国那个状态 跟欧洲的 跟欧洲相关的三件事嘛 俄乌冲突 然后到欧洲的经济 新能源行业 还有现在的这个西亚的局势 这三件事 美国哪个方案能成 乌克兰没赢 然后的话 新能源这一块 新能源汽车 汽车制造业这块 美国整体不如中国 美国也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中国新能源行业 全产业链优势 你说欧洲人找谁 红海的贸易 西亚的局势 红海的贸易 美国出的方案就是啊 我联合的舰队啊 我就是美国这一方案一出 没准就吓住了 隐门户在武装 大家啊 又可以啊 安全权的在红海之上 进行啊 货船的啊 运输 对不对 然后进行运 货船的这个运输呢啊 大家的利益就得到了保证 运费就降了下来 问题是美国这个方案成了吗 成不了 成不了急嘛 对不对 我抛弃以色列 我让加沙城内的战事停下来 我跟阿拉伯世界留点面子 然后我对着野门 胡在武装啊 动手 欧洲人别急 别往中国那走呢 别走呢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个哥哥这还有用 真真的是好可怜 这个新闻 你看去了一遍 你是美国人 我跟你讲 我要是美国人 我现在大晚上我痛哭 你知道吗 美利剑怎么啦 自由民主怎么啦 怎么哪哪都是坑啊 到处都是小人 对不对 我当初我美国爱你们 欧洲是怎么爱的 想一想当初我们美国是如何往你西德那边运送物资的 那简直就是不顾及成本完全的空运空头 往你西德那边去扔啊 对不对 然后运的全都是生活物资啊 那是大量的花钱呢 哎呀 你看我美国原来爱你爱爱你欧洲爱成什么样 你欧洲现在背叛我 呸你们这些小人 你们这些不讲仁义道德的败类 什么叫四维八德 你不懂吗 对不对 什么叫温良公俭让你们不懂吗 呸这帮坏蛋 如果我是美国人 我肯定得骂欧洲人 但是咱们讲回来 欧洲人有办法吗 他也没办法呀 然后再看一个啊 欧洲国家的一个表现啊 这就是荷兰的阿斯曼 阿斯曼最近大家也都知道 又在配合美国人嘛 然后不要给中国卖光刻机嘛 刚放了两天 现在又low起来了 但是啊 这个阿斯曼的这个欧盟的高级代表啊 人家说的很清楚啊 这是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工业进步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欧洲欧盟不成事了 还在配合着美国跟中国死磕 我们欧盟欧洲要出大问题 阿斯曼又在 又在对着美国说这种怪话呀 但是啊 问题来了 那就是啊 阿斯曼为什么说这种话 他说这种话 对不对 可能很多同学认为是对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跟着美国没肉吃了 你美国在这一块斗不过中国 而且 而且欧洲人反伤自己 都在跟美国人唱反调 什么叫天下苦勤就义 什么叫天下苦美就义啊 对于欧洲的这个盟友 美国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拉住 还拉得住吗 美国现在就是就剩下那种 对不对 这个牢记的福利 对不对 牢将军还能上 牢将军还是最硬的 对 牢将军啊 你看我给你干一个野门的胡塞武装 对不对 我给大家炫一个 我给大家炫一个野门胡塞武装 对不对 你看看啊 牢将军啊 一出手一个顶俩 这个事情啊 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然后对于欧洲人是直接的影响 中国反正有过 你愿意买就买 不愿意买 不买 对不对 你不买的话也行 然后什么叫物以稀为贵 你欧洲的通货膨胀照样会涨起来 你买的话 你就得多付啊 多付运费 跟我中国也无关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中国而言 现在就是看着你啊 这个 这个中国的啊 这个商务部啊 然后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啊 中国的这个海关总署的副署长 王令俊和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啊 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啊 然后介绍了一下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情况 那就有彭博社的这个记者就提问了 关于啊 这个鸿海的局势啊 你怎么看 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 咱们看一看 吕大良是如何说的 众所周知啊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货运通道 水运的安全和稳定 对全球货物贸易和供应链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攸关全世界众多企业的利益 我们海关是出口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对这个问题啊 也在跟踪和关注 当前水域的正常通行受到了一些影响 给航路啊 畅通 国际贸易企业利益都增加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目前持续保持关注 如果有重要情况 我们愿及时分享 什么都说了 好像有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中国是这种态度 你自己选的那条路 你别问我的意见 你愿意下场去干 有本事你就派陆军 派你的啊 海军陆战队去干野蛮护载武装 你干 中国还给你加油 看一看你能打成什么样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态度 就这么淡淡的看着你 然后的话 中国说实话 很多同学一说就是啊 亚欧的这个铁路啊 这个啊 忙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毕竟啊 海运啊受到领响 海运价格增加 那这个铁路运输的这个运费 相较而言也就显得没那么贵了 而且铁路运输啊 欧亚的铁路运输 它速度还快 它比航运还快 对不对 价格又相对的啊 跟这个海运啊 这个距离又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说性价比超高 所以中国的这个 嗯 亚欧的亚欧的铁路 忙的不能行 是如此 但是说实话 这个局势是谁造出来的 美国人 如果认识到了自己的实力不济 早点妥协就完了 还能留点面子 非得为了最后的那口气 就得上 你花钱吧 咱们就继续等着看 美国能够啊 快刀斩乱麻的 把野门护塞武装给消灭了吗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这一轮的啊 巴以的冲突 以色列啊 能不能够快刀斩乱麻的 把哈马斯消灭呢 通理可证 而且最可怕的是 你美国的军舰 英国的军舰 千万别被啊 野门的护塞武装的导弹给干了 那就现了大眼了 咱们等着看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儿了啊 感谢各位啊